这个女人呢 维护女人 女人牵挂 女人 女人 关心女人 本来就是很非常自然的事吧 比如说缺解 关注 来求助缺解的这些女网友 可是呢 在男权社会啊 确实极大的反常 他们说 诋婚你这个女人 你这个女权 被男人伤害过 没有男人要 你的老公是你幻想出来的 哎呦 真的人们对这些男权人们呢 是无法解释 更不愿意相信 他们只能把爹和缩绕情 拿出来顶上 其实呢 围绕着女性内部展开 探索非性中心制的 女性感情 链接的故事啊 在中国啊 这个凤刚文化 长期以来是缺失的 女人和女人之间 是没有链接的 这个描写女人的友情啊 还少不了为男人撕逼 描写女性之间的亲情呢 还少不了被 老公 被儿子 被兄弟撕扯 连母女情都会因为父亲 都因为丈夫 女婿 兄弟 几种身份的搅局 可以闹到反目成仇 啊 很多母亲啊 把自己女儿当成自己 精神上的情敌 至于两个不沾亲 不带过的女性啊 到了惯常的这种 凤刚剧本里 敌对的就更加是一种 必然了吧 就各有各的身份啊 女性之间互相提防 互相的攻击啊 这个男性的叙事语言 一直在潜移默化的 规矩女性 女人之间是没有真正的 有形 没有亲情的 你们友好 敌对 不取决 不取决于你们女性自己 而取决 你们之间的男人啊 包括缺解的这个女网友 她都背叛了缺解 出卖了缺解 婚姻制度啊 的这个出现 规定了男和女 情感关系的正统 规定了家庭的组织结构形式 同时将女性群体 凌持车链 每个女性的身份 都围绕着婚姻制度 进行的阐述 女性之间的关系 也围绕着各自 在婚姻制度里的身份 进行演变 包括缺解的一个女网友 她不相信缺解是 就是完全 就出于女权的立场 出于女性对女性的 关心的立场 真正的是为她好 希望她能够站起来 能够摆脱 从她这个狗逼老公的 这个压榨下 这个魔爪下 挣脱出来 解放出来 她不相信 她仍然潜意识中 就本能的 自然而然的 她仍然是依赖着她老公 男性啊 可以永远是他们自己 而女性不可以 有了这个婚姻制度啊 女性就被分为了什么呢 分裂成什么呢 单身的 未婚的 已婚的 正妻小三 红颜 婆婆 媳妇 妓女 这些身份啊 可以随时的变化 而且这身份 随时都可以 落在你的头上 你既可以是婆婆 你还是可以是儿媳 你既可以是鸡 你还可以是小三 你还可以是正事 你还可以是 单身未婚和已婚 还有 是不是妈妈 你是不是生了孩子的 然后可以任意的排列组合 然后呢 就进行互相的攻击 然后在这种攻击中啊 形成女性之间 互相制衡的局面 这就是女性之间的关系 在性中心制啊 这种亲密关系和婚姻制度 相互的欠套勾结 离间了女性之间的信任和情谊 还通过传播 什么防火防闹 防闺蜜的故事 让女性连自己的 所谓的闺蜜 哎哟 这缺姐那女网友 居然敢称 她看不起的啊 她那个女性朋友 她管人叫闺蜜 结果说人家是什么 是当妇 是人尽可夫的当妇 只有她搞了一次破写 她不是当妇 然后呢 她还管人叫闺蜜 这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婚姻制度 男权关系 男权的这种性中心 亲密关系 就让女性啊 连自己的朋友 都要提防防备 成功污名化了 闺蜜这个词 居然是闺蜜 她还居然瞧不起人家 人家 就不加筛选 人就是有性隐 是吧 你管人家那 人家你承担后果 你愿意提醒人家 你提醒一下 出于善意 是吧 她不听那是她的事 那她自己承担后果 你不要这么的说 哎呦 她是人尽可夫的当妇 她凑过 凑过她的男人多 凑过我的男人少 我就比她高贵 我比她纯洁 我比她干净 哎呦 我爱 我自爱 哎呦 你有没有拿出来 你自己的原著 交际的历史 来说一说 你纯洁到哪去了 你在这个男权秩序中啊 男性之间因为权力关系 利益关系扭曲的 兄弟情朋友行 难道不比女性之间 那些小心思 要凶险 要凶恶 要虚伪的多得多吗 但是男权叙事啊 她不会给自己啊 这个什么男性之间的关系 泼脏水的 她什么什么肝胆相照 什么出生入死 什么穿一条裤子啊 兄弟是一起扛过枪 一起嫖过昌啊 这个还是一起是干什么 打过炮什么的啊 这叫出生入死 包括你看黄网的那个裙披 好几个男人裙披一个女人 都是在侮辱凌辱这个女人 很明显的心怀下流恶毒的恶意 缺解都看得出来 因为什么呢 这些男人构成了一个利益的同盟啊 他们共同的侮辱 羞辱啊 这个女人 他们获得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快感 这就是他们的利益同盟 团结了男性 你女性只是为了自己的那点生理的快感 还可能是痛楚的 还可能是痛苦的 还可能是肮脏的 还可能是危险的 但是呢 你就要成为这些男性啊 连接这些男性关系的 限制的忌品了 然后男性呢 就是给自己的这种同性之间的关系吹嘘什么 什么可 什么反正什么这个高大上 他们就吹什么啊 就是他们的就一口咬 无论这世界发生什么 男性之间的感情啊 都崇高的很高贵的很 所以说呢 出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这种现象啊 这种粪钢文化圈 无教的粪钢文化圈里啊 男性拥有题材品类数量都无比丰富的 兄弟情文艺作品的时候 绝大部分啊 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个女性啊 最密切的关系 就莫过于忠仆护主啊 可难花痴小团底 然后呢 剩下一些呢 就被分割在各类男性背后的点头之交啊 就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了 包括缺解和男性的关系啊 说是比较这个友好的关系啊 就像什么 也没有达到他们男性和男性之间的那种 他们那种所谓题 有什么他们的这个关系是建立在 践踏女人的这个基础上 维持的 制造了一个共同的公敌 团结了男性 而确实本身是女性 和男性不可能达到 像男性和男性那样的关系 因为确实没有找 找不到另外一个可被践踏的 这么一个目标 这么一个一个季品 来跟男性达成这种啊 所谓的兄弟情谊 哎 反正呢 男性之间呢 就是什么 都是你看啊 男性之间的情谊 歌颂男人之间的情谊 比如说萧生克的救赎啊 还有士兵突击 什么我的团呢 我的我的我的长什么的啊 我的团长 我的我的脸什么的啊 还有什么什么 还有什么炮 炮什么野战牌啊 炮兵团的之类啊 就这种纯男电影 纯男电视剧吧 你说女性可没有 有过一部说讲述姐妹情 讲述这个女性情怀 没有男人参与 不包括男性的 这种关系的 这种这种女性的友谊的 这种电影影视作品 有没有 没有 这性中心制啊 就是异性性中心制啊 就分割了这个女女的情谊 婚姻制度啊 和和女女之间呢 竖起来高强 唯一作品呢 抹黑和忽视 女性和女性的这种 友谊关系 就这一套计谋啊 这一套计谋 在层层递进的 让女性习惯了 女性和男人的固定搭配 忘记了自己的天然属性 向往着异性恋爱霸权 描述的情爱世界 走进婚姻 走进恋爱 成为男人的家亲家出 从自己本来的原成家庭割裂出去 以姐妹亲人 从物理距离到心理距离上 双重分离 包括缺姐和自己的姐姐 也做不到 因为她本身 她的内心就一直是败掉 咳掉 爱掉的 她所有的 她的一切都是围着屌来转 包括缺姐和这个女网友 也做不到 哪怕缺姐对她付出了 拔开了热诚的心给她 她仍然毫不犹豫的出卖了你 背叛了你 包括缺姐和一直聊的澳大利亚女网友 缺姐仍然觉得她老公 你只要是揭开她老公的真相 告诉她 警告她 她反倒烦恼你以后 她觉得你 居心叵臊 她还要护掉 爱掉 她还觉得 你要是说她老公 什么什么的 你是在否定她的眼光 否定了她 她还要跟你这吹呢 还要跟你这装呢 那你说什么什么呢 明明啊 这个女性之间的情谊 是非常丰盛 非常持久的 可以成为女性啊 终身的养分 可是呢 在这么一套啊 这个男权阴谋 婚姻制度 运行严谨的 这么个阴谋里 就消失了 就扭曲了 单身女性啊 还有恋女啊 恋爱关系中的女性 还有婚女啊 还有疑郁的这种女性啊 完全可以分成几大啊 断交的国家 互不吞讯了 这树立在中间的墙 那就是男性 真正的母女关系 和谐的只能存在在 母系氏族社会里 而复习社会的女性啊 是看不到这些的 男性呢 可以在各种文化产物中啊 看到各种理想的男性之间的 关系的范例 但是你男女性 绝对不可能在 夫妻社会里 看到女性 这种理想关系的 女性关系的这种范例 你看不到的 女性呢 没有讲述自己故事的范本 也没有一个讲故事的平台 女性呢 出现在影视和文学里面的时候呢 只有婚恋能让他们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的价值 只有婚恋能让他们的故事 有人愿意听 你说你说你说 像缺姐这样说自己的原生家庭 没人愿意听 反倒会啊 落井下石要踩你 但是呢 踩不了缺姐 因为缺姐早已经把自己的伤口 已经填平了 已经修复了 反倒是缺姐可以攻击你 不信你就放马过来试试 这个恋爱呢 就是男权社会的女人呢 敢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最大的底气 是她最丰富的故事 你脱离了恋爱啊 脱离了这性格关系 她的观点没人关心的 包括缺姐啊 脱离了自己和男性的关系啊 就这种性格关系 只是讲述自己的言生家庭的时候 发现很多人是没人愿意关心的 然后呢 还有很多呀 是这种女性啊 是愿意这个拉梁家下海 劝姬呢 从梁啊 替这个女人呢 拧巴着安排事的那一套 你不生孩子 非让你生孩子 那缺姐不生 她妈的 缺姐都已经是更年期大妈了 孩子啊 还是劝你缺姐生孩子 她妈你有病 她根本就不愿意从这个 剥离了这种性格关系啊 就是来倾听一下你 说句实话 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啊 还有在网上 就各种让人呢 就是 包括就也对这个女网友 都想忍不住 就想说 尊重祝福所死 你们俩就是一锅被盖 啊 你就王八看绿豆 看得对眼了 那你们俩就锁死了 就行了 就就 她就是割舍不到她那狗鼻男人 你又在欺负她 在家暴她 在压榨她 敲诈她 勒索她 看中她的绿卡了 没看上她 还让她给她拉磨呢 还给她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 男方家的财产啊 这个拉磨呢 说句实话 就是她舍不得这个狗鼻男人 给了她所谓的那个婚房啊 给了她一点亲密啊 那个好呢 所谓的好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男人啊 狗模装模作样 狗模狗样的啊 虚寒问的吗 或者说迎头小力 所谓的亲密就是拿鸡巴操她的那个身体接触 几天不搓包皮够的臭鸡巴来操她 让她得了阴道炎的那个亲密接触 然后你就可以救货 说难道这世界上就没人对你好过吗 你就稀罕这么一点好吗 你就质问呢 质问这个女网友 为何对这个好的定义这么轻率 这么廉价 但是呢 群众啊 观众啊 很难说出 就问难道这世界上没人能给你身体接触吗 啊 质问 说这个女网友 难道没人就对你搂搂抱抱吗 亲亲抱抱吗 可是确实是啊 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啊 朋友之间 姐妹之间 获得亲密的身体接触 所谓的亲密关系啊 在异性恋爱的霸权世界里 要完整的表达 应该是性中心制的亲密关系 只包含了两性关系的情感关系才叫亲密关系 然后呢 男权又给这个定义再往前推一步 女性只有与男人进入了婚姻 才能拥有一个合法且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 换言之啊 女性的亲密体验有且只有男性 还有加生殖器可以开启 而女性的家庭有却只有男性加生殖器可以建立 你看我们在这个猫猫狗中 我们养猫养狗我们都看到 这个小猫之交互相亲密啊 舔毛啊 抱在一起打滚啊 衣服着睡觉啊 秀自己 秀对方的屁股纹味啊 这些都不是局限于 异性之间的行为吧 但是在人类社会 尤其在女性之间 这种是很难在相敬如宾的技术上 再展一步的 女性和女性之间身体是有着天然的界限的 你看啊 这个女性的其实想要的往往不是 那根几天都不洗不搓包皮扣的臭鸡吧 来插她的鼻 她想要的只是亲密的一个拥抱啊 只是 但是呢 只有通过性贿赂 让男人那根几天都不洗的臭鸡吧 插入她的鼻 才能获得跟男人拥抱的这个权利 她要的只是亲密 所以她就必须抵押自己的产道 给男人 让男人无限的泄欲啊 滥欲纵欲 然后呢 绕上十万八千里 通过成功的性贿赂 获得男人的信任和许可 然后投入她的怀抱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 忐忑的心情 无数轮互相试探的拉扯 患上肚病和人流怀孕的这个怀孕的打胎的这个风险 这个女人终于获得了拥抱 亲吻情绪和身体上的安抚 这些在毛龙的小动物界随处就可见的 轻易而轻易举就能获得的这些东西 性中心制 是婚姻制度的前置条件 她通过制造了情感匮乏 将女人驱赶到婚姻制度里面成为男性的附属品 用剥夺女性之间天然可获得的亲密关系 来制造女性的情感即可 包括母亲和女儿之间 也是互相非常疏远 非常隔阂的 那缺姐就非常明显的看到 因为在出了国的这些开着店的这些来自农村的 国内农村的 比如说浙江的 什么福建的这些农村人 他们是很难跟女儿有什么亲密关系的 缺姐非常明显的 他们一叹起儿子 说我儿子怎么这么瘦了 我儿子怎么怎么着 他们绝对想不起来 我女儿怎么着怎么着 为什么呢 我们有点灯录 我们有点灯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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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